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大西洋这个夹缝里面的主要的国际行为体 毫无疑问就是欧洲 那么在太平洋这个夹缝里呢 它的主要的这个国际行为体 也毫无疑问就是中国和日本 那也就是说这个整个世界的主要国际政治的行为体 其实都集中在北纬25度到北纬45度之间 那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前面讲结构现实主义 也就是新现实主义 我们讲过这个整个国际社会的结构 也就是它的硬实力的分配 它决定国家的一个行为 那么我们发现欧洲它处于美国和苏联两大霸权中间 它为了要保证自己生存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尤其是防范苏联 当然同时也有摆脱这个美国控制的意思 它们走向一个联合 我们前面讲过 从1951年到这个93年 这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它生效 这个欧盟成立的这个过程 这里就不再重复 那中日为什么没有形成 类似于欧盟一样的地区联合体呢 那有人说因为日本侵略过中国 那大家不要忘了 德国它甚至还灭亡过法国 它还轰炸过英国 它还占领过比利时 所以这个肯定不是它的原因 也就是说这个硬实力的分配 它决定了欧洲的行为 但是它没有决定东亚的行为 那新现实主义来看中日的关系 是不是有这些问题 它不能解决 那我们从这个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一看 我们说中国和日本 它是不是一个复合型相互依赖的关系 希望大家还记得什么叫复合相互依赖 首先中日之间它存在不存在 多渠道的社会联系 这个应该说还是存在的 不管从这个贸易的角度 还是政府间 还是民间 这个联系非常紧密 但是心理上的距离非常遥远 日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 恐怕要远远高于中国对日本的了解程度 而且这是有传统的 这个传统甚至一直持续到现在 比如说 我们可以去看中国人拍的 这个抗日的那种电视剧 或者影视剧 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 没有受过军事训练 饿着肚子 就用一把锄头 这样的一个中国农民 它有可能就能消灭掉 那么好多那种 平均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 受过严格的射击搏击训练 这个营养均衡 野心勃勃 这样的日本的军事人员 看上去多过瘾呢 说起来多自豪 但是与此同时 这又是多盲目 又是多愚蠢 我们的这个 国民党的李宗仁 他应该是曾经参加过 徐州会战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在回忆录里面 有写过 日军受训练之经 战斗力之强 举世含有其辟 且坐视脚踏实地 一丝不苟 令人生畏 而且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记载过大量的日军作战的 这些细节 我们可以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读一读 就看一看 这个跟我们这些 不管是文艺作品 还是我们这个 很多意想出来的 日军的那种情况 是不是一样 如果我们连这个 正视我们当时不行 这样一个态度都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恐怕 谈不上去追的 我们的这个 大学生里面 有多少人 能够这个 对日本的历史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有多少人知道 比如这个日本历史上 赫赫有名的 那些人物的生平 比如知田信长 比如风尘秀吉 这个德川家康 德川庆喜 等等这些人物 有多少人 能把他们的生平 完整的 这个描述出来 恐怕没有 那么这个差距的存在 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 比如说 我去抽查几个中国学生 抽查几个日本学生 然后做这样一个实验的 这样一个意义 更重要的是 它背后反映出来的 一个基本事实 就是敌 就是人知我 我不知人 那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 当然这是 这是题外话 但是我们 主要是要了解 中日之间的心理差距 其实非常之大 那么第二呢 中国和日本 他们两国的国内问题 和国际间问题 它这个界限模糊了吗 也就是说 他们之间的 低级政治问题 和高级政治问题 他们的界限 是不是模糊了呢 恐怕没有 而且恰恰相反 恐怕高级政治的 这个地位 正在超越 这个低级政治 尤其是像这个 比如东海的 游戏田之声 还有钓鱼岛问题 还有这个 日本对待历史的 态度问题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 比如说和主权 和领土 和国家安全相关的内容 那么第三点 就不用说了 军事手段的地位 肯定没有下降 因为第三点 它是第二点的一个延伸 既然你们高级政治的问题 还是占据主流 那么用军事手段 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就没有消失 所以我们从 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 中日之间 它恐怕不是一个 这个复合相互依赖的 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前面讲到 地区安全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它是一个 这个冲突型的 区域安全复合体 而且这个冲突 它有可能还在升级 所以只要这个军事手段 它没有淡出 双方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样一个范畴 它永远不可能是一个 复合型相互依赖的 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 我们再看欧盟那样的地方 比如法国和德国 它现在如果起了一定的冲突 他们会不会考虑 用军事手段来解决 恐怕绝对不会 那么他们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 如果用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 恐怕就更加明显 我们说过这个身份 它决定利益 利益它决定了行为 那么如果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 中日之间的这个矛盾的根本点 就在于双方的身份不同 我们前面曾经讲过 美国它有四重身份 个体身份 我们说美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类属身份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这个角色身份 美国它是世界霸主 同时还有集体身份 它是一个西方国家 那么中国的这四种身份 也没有问题 比如个体身份 我们当然毫无疑问 也是一个主权国家 那么类属身份 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 决策身份 我们是一个正在崛起为 全球大国的地区性大国 那么集体身份 我们当然是一个亚洲国家 那么政治上的集体身份 我们就永远和第三世界国家 站在一起 问题出在日本 日本的个体身份 你说它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它如果是一个主权国家 那么这个主权的原则 我们前面说过 对内最高 对外独立 它对内是最高吗 它没有权利要求自己的公民 参加战争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它放弃了战争权 对外是独立吗 我们前面讲过 二战之后 美国单独占领了日本 它对外也不完全是独立的 所以它 从这个政治的意义上来讲 它不能完全算是一个主权国家 那么它的个体角色 就很难界定 那么说它的 类属角色 日本是不是一个 这个资本主义国家 有人说日本 它当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日本它其实是一个企业社会 什么意思呢 就是政府来资助这些企业 然后企业实行终身聘用制 也就是说 这个员工进入企业之后 他终身属于这个企业的员工 那大家想一想 这样一来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 社会福利的这样一个压力 从政府转移到企业了 当然同时企业 它也收获了员工的中心 绝对中心冷恶 这辈子就在这干 那这个就有点类似于 我们中国历史上的 九品中正制 当然它只是 这个针对一代人 而九品中正制 是针对好几 这个世事代代 但是它们都是从根本上 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 那请问哪个资本主义国家 它是限制劳动力流动的 即使是像我们中国 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 它为了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它也是允许劳动者 这个择业以及再择业的 它不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所以它的这个类属角色 或者说叫做类属身份 这个恐怕也很难解 那我们再看它的角色身份 也就是说它这个国家 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国家目标 这个恐怕还没有形成 因为不管日本 它要实现什么样的国家目标 它的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就是摆脱美国对它的控制 只要美国还在 它不可能有一个 这个集中所有的力量 来实现某一种 国家目标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我们中国会这个非常激烈的去反对日本参败 进国神社 那个日本参败 进国神社之后 最气愤的肯定是中国 但是最担忧的肯定是美国 因为中国你讨厌日本 你可以不跟他来往 但是美国是每天都要跟他碰面的 那美国有驻军在日本 那日本这种行为证明什么 它的民族主义心态已经复苏了 而且他非常想要成为一个这个地区性的正常国家 甚至像历史上那样去谋求一个全球性的正常国家 大家想一想 美国作为日本的占领国 感觉到日本 它的民族主义心态在日益膨胀 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那么日本在美国的力量的笼罩之下 它同样也不会好受 因为它如果要摆脱美国 那就意味着告别了安全 有可能会失去实现国家目标的基础 但是如果它容忍美国对它的占领 那就意味着它告别了自由 那就这个同时告别了实现国家目标的氛围 所以留着美国 有安全没自由 摆脱美国 有自由没安全 都不利于它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 那么它的国家目标 在没有成型 也没有实现基础的情况之下 怎么来确定它的决策身份 这又是一个难题 那么集体身份呢 我们说日本它是不是一个亚洲国家 那这个从地理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一个非常纯正的东亚国家 但是心理上就未必了 我们知道日本在明智维新的时候 这个福泽预集的脱亚入欧论 那是深入到日本这十几代人的骨血当中的 它叫做与其坐待邻邦之兴盛 与之共兴亚洲 蹲入脱旗航武 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它甚至特意为此改良人种 它认为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 其实其他国家也认为日本是一个西方国家 起码从心理上是这样的 比如我们中国 这个一说就是欧美日本等国家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它放在西方国家那一堆里了 日本它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西方国家 但是西方国家认为日本是一个东方国家 所以它的这个集体身份 也出现了心理上和地理上的一个冲突 那么你的个体身份 类属身份 角色身份 集体身份 通通不明 这样一个身份不明 这个意图不明的国家 和中国这样一个身份明确 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 那么它们之间 形成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利益 就非常有限 所以 它们身份的差异 也是它们这个不能形成这个利益基础 形成一个友好基础的根本原因 那这是从建构主义的视角 所以我们现在大致能够理解 为什么中日的关系 这个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做格格不入 更何况这中间还有一个美国 那么在冷战之后 其实这个中美关系 它是涵盖了中日关系的 我们谈中美关系就不得不谈中日关系 同样我们谈中日关系 也离不开美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那么中美关系 又包括哪些内容呢 我们下一讲再见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